宗教可以分为两大类 我们可以将现有的宗教分为两大种类 一个是完全以信心为基础的宗教 以及另一个认为淨化心念比信心更为重要的宗教 那些强调信心重要过淨化心念的人 相信只有强烈的信心就能够让他们得到解脱 对他们来说淨化心念不是一种重要的事情 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只要遵守道德戒律 但是对神没有坚定信心是不能够做到解脱的 而佛教在另一方面却教导我们信心不是最重要的 而淨化心念才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有纯正的心和智慧的时候 我们将不会错把邪见当为真理 单靠信心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淨化心念 以便消除而难 从而明白真理 人们可以因为没有去分析或者没有判断力而坚信错误的信仰 他们深怕分析和判断之后 他们将可能会失去对神的信心 从而失去得到解脱的机会 另一方面 佛陀劝告我们在还未接受任何信仰为真理之前 必须去研究观察和实践 以便体验它对我们的影响 当我们彻底分析调查之后 我们将会对真理产生信心 同样地 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证实而满足 当自己了解真理之后 我们将会自动拥有信心 这个并不是只是信心或者信仰 而是证悟 佛陀的劝告是 要我们不要轻易接受或者排斥任何事物 因为我们都有头脑 可以让我们冷静去思考 所以应该让我们的脑 有一个独立思考的机会 以便了解事情的本质 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无法了解 有一些人懒于深入去研究难题 他们不去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 所以就将自己投降于别人所说的 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无信心 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是有自尊 和清楚自己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任 无论是在行为上 或者是寻求解脱 除了我们自己以外 没有人能救我们 所有的佛陀 只能指示一条正确的道路给我们 宁明 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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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Ю